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性的臭豆腐学长如何面天呢 如果想知道答案的话 就一起来听我们的故事吧 第一天小小不丁人的考验 小小不丁人诞生了 他慢慢的成长 也变成了QU生 法师手工考物雷 因此交到许多朋友 第二篇臭味香头点心人 用点心学校内高年期 有一位人尽皆知的学长 人人都说 你看那个学长就是很耐说别的 坏坏的学长了 要求情 在招会上校长说 小园里有位臭红红且臭迷感过的学生 臭豆腐学长听到这句话片改变了心意 迎接全新的一天 诶不只这样吧 我记得不是还有很多吗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 可以去看哲章老师的 用点心学校 我们的表演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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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